金華城的案子相關的涉案人都已經到案 我想最後一塊拼圖 當然就是柯文哲本身 柯文哲作為一個主導者 用一個市長的權力 來要求都發局的官員配合 也要求副市長彭震生 利用他主持都委會的權限 來透過都委會 做成有利於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擴大的決議 明明是一個下達指令的人 現在還東甩鍋西切割 一下推給都委會 一下推軌一切都是下層的官員 我想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作為 那應當約談柯文哲本人之後 會有更多的一個明確的最後一塊拼圖 讓整個事件真相水落石出